明以时为天我们要带您来关心吃的争议 艺人黄湘亦所开的蛋糕店一向都标榜 他们的蛋糕是当天现做 但是真的如此吗 现在有离职的员工出面投诉 蛋糕根本就不可能是当天做的 一般消费者有可能买到十天之前就做好的蛋糕 如果业者赶紧出面澄清 他们表示蛋糕都控管在两到五天的赏味期限之内 但是他们也说蛋糕的成品的确经过冷冻 浓浓的巧克力包覆整个蛋糕 艺人黄湘亦开设的蛋糕店标榜每天新鲜现做 不过却有离职员工出面爆料 一开始就是说每颗蛋糕都是当天新鲜现做的 然后现在因为事情爆发之后呢 他们去改口说每颗蛋糕都是在有效期限三到五天内 可是26号制作的经典巧克力蛋糕 那上面的话可能就是像我们当天拍摄的话是28号 代表说他已经放了262728三天了 对那他一样是卖给客人的 曾在蛋糕店工作超过一年的两位员工 直指店里的蛋糕部分款式从制作好到卖出根本超过十天 但每个阶段都有可能冷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 不管今天是在成品或者是半成品或者在原料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的冷冻库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不会超过十到十五天 业者出面坦诚蛋糕的确有冷冻保存 延长期限的动作但是面对消费者第一线的门事 我们不建议用冷冻的方式做保存 因为影响它里面的蛋糕体的部分跟其中蛋糕 业者保证品质没问题 贩卖的蛋糕都在赏位期限内并且定期试吃控管 不过三方各说各话民众心中自有判断